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7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为了强化面对训起不同灾害状况的紧急应变能力 随隶属地久核川局在台风来临前 除了展开防汛演练 也针对了花莲地区容易发生的灾害状况 做好整备的工作 同时也呼吁民众自家周边排水要维持畅通 如果发现有阻塞液淹水的区域 要及时通报相关的单位 以及早做好防灾的作业 为了强化面对训起不同灾害状况的紧急应变能力 随隶属地久核川局在台风来临前 除了展开防汛演练 也针对花莲地区容易发生灾害状况 做好了准备工作 我们知道说其实我们花莲地区 最主要的可能还是一般性的部分 最主要还是在一些铁路寒洞地下道的部分 可能会比较是有一些局部寄淹的部分 因为是比较低洼 之外我们也会针对近年来的一些台风 像原规台风 可能当初对我们花莲地区 可能造成了一些比较有一些排水的灾害的部分 像说这个光华排水 或是这个树无溪排水 还有包括大华大泉 还有玉里的这个大雨排水等等 这部分我们跟县府也一起合作 已经做好一些像一些淹水感测器 那我们也准备了一些防水挡板 也透过县府这部分 已经分送到各乡镇公所 那包括这个抽水机的部分 因为想淹水来的时候 如果到一定的程度 就可能需要抽水机的部分 这部分我们也帮 除了我们自己本身有三部大的抽水机之外 那县府这边大概大大小小也有45部 其中有9部是大 也分散到各个乡镇里面 酒和局长王国良也呼吁民众 自家周边排水要维持畅通 如果发现有阻塞液水区域 要及时通报 以及早做好防灾作业 这地方也同时提醒我们各位乡亲 一定要做好自家的一些防水的准备 包括我们周遭的市场的水沟盖板也好 或是我们阳台上的一些水路通畅 跟我们附近的一些排水沟的顺畅等等 我想平常都做好一些准备 那未来可能有台风或是好雨来的时间 我们就会少一分灾害 那我想这个酒和局这边也会提供一些相关的 一些防汛的一些讯息 包括大家可以透过这个水沟的一个 我们的行动水沟APP 那也可以透过一些我们的防汛通报系统 像我们可以免护会电话 像0800 081999的一个电话 如果各位乡亲在防汛上有一些任何问题的部分 都欢迎大家能够来告诉我们 酒和局表示辖区内有31座水门和三部大型移动式抽水机 平常都落实定期维护保养及试运转以备步时之需 另外也补助花莲县政府和各乡镇市公所 购置了45部大中小型的移动式抽水机 还有3600多块防汛临时挡板 由县政府统一调度也分布在各个乡镇市公所 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在最短时间内完成设置 提高防救灾机动性效能 共同来守护民众的安全 介络会欢事报道